对他们产生一个太大的威胁 除了他那个16号的主攻 然后他的下车是比较多的 但是中国队之间的失利 所以我们就放下落实力了 其实很多评论今天赛事都说 中国队之间其实一幕很尴尬 因为富尔其实最弱的 对对 我记得王宇没上了一场 打了一局就被放下了 然后再也没有被放下了 那这个球也是我有点问题了 插帮以后然后压在线上 这是个游戏的游戏吗 对 难道今天状况要选择的这个强攻吗 到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 还是以强攻为主 看的话说这就是失去啦 泯民家队好像也是从03年以后 才逐渐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强队 2003年之前他们一直是被古巴压着 然后自从2003年战胜古巴以后 马上就是一个独特强生的一个态势 你终于翻身了 这个平和1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